我个人建议我们九点半出发就可以 第一天不要太辛苦 好不好 他们这边的生鲜啊 都是早上的时候就会被卖完 八点或者九点 那这样好了 以防万一我们还是九点出发吧 我说了什么 明天八点钟起床 那我们说好了就赶紧回去休息 不要再耽误时间 我许是今天也睡得不早了 今天这样睡觉算早的了 不早了 我平均一天睡眠只睡了四个半天